人跑步时要利用鞋底与地面间的摩擦 当然希望摩擦力大一些 不然就成这样了 走不了了 而自行车刹车时 要利用刹车皮与车轮间的摩擦 摩擦力大一些就越容易停下来 生活中许多的情况下 摩擦力是有用的 我们要增大它 影响摩擦力的因素 有压力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增大压力 或者增大接触面粗糙程度 来增大摩擦力 比如鞋底的花纹 体操运动员上器械前 在手上涂的防滑粉 都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来增大摩擦力的 而刹车时用力捏炸 可以让自行车更快的停下来 这是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力的 棒 但生活中还有一些情况 摩擦力是有害的 需要减小 比如要将一箱杂物推到另一个地方 此时摩擦力就会消耗很大的劳动力 你可以将一部分东西先取出来 然后轻松的将箱子推走 这是减小压力 减小摩擦力 当然如果你给杂物箱安上了轮子 即便里面东西还是那么盛 你还是可以轻松的将箱子推走 这是用滚动代替滑动 可以大大减小摩擦力 冰壶运动中 运动员两只鞋底的材料不同 蹬冰角的鞋底是橡胶的 这是为了增大摩擦力更好的蹬地 而滑行角的鞋底为塑料 这是利用减小接触面粗糙程度 来减小摩擦力 可以更好的滑行 而气垫船利用压缩空气 使船体和水面脱离 使两个互相接触的表面隔开 这样也可以减小摩擦 好了 又到总结时间了 增大有益摩擦的方法 有两个 增大压力 增大接触面粗糙程度 减小有害摩擦的方法 有四个 减小压力 减小接触面粗糙程度 用滚动代替滑动 或者分离接触面 你记住了吗 呵呵